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尔松在昨天应该准确说是4号下午6点钟发出了一个一段视频 他主要是讲这个性别切割这乱七八糟就是改变性别的东西 那他目前的卡尔松呢就在他采访一个专家 那个专家本身当然就是保守派专家了 他节目这个采访的是个保守派专家 从专家角度来讲就陈述为什么有些左派 就为什么为什么成为了一种潮流 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大概讲述这故事 但他故事里面揭示的比较深刻就是钱 结果马斯克就做了一个就说这是钱 一直跟随钱 那这就是这成为了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的问题在哪 故事问题在于卡尔松能够揭示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一个真相 这是他真真正正讨论的东西 那我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人们开始反思了 普通人开始反思了 普通人也敢去反对他 作为这个内容本身也敢去反对他 敢去讨论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包括YouTube等很多内容的社交媒体上不让谈的 那是不能反对不能谈的 但在X上推特上就可以谈 大概他讲述的是这么个背景 卡尔松这期节目呢到现在三千多万人吧 不到四千万人看过 那卡尔松本身呢也就基本上在这个平台上站稳了 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那他的问题在哪 问题并不是说他一定讨论了什么 问题在于在今天西方的社会中 被所谓主流媒体完全封杀的内容 在封杀的政治正确跟封杀的过程中 真正摧毁的是言论自由 对吧 摧毁言论自由 那而直接伤害的是人们 伤害到从很多普通的年轻人 在他的思维观念 在他基本的人格人性定位之前 就受着这种绝非真相而被引导的环境 所左右 做出了一些令人难以改变的 就是难以描述的这一份羞辱式的东西 那至于说改变性别 那马斯克自己深受其害 对吧 他的儿子把自己给干了 变成女儿了 又不认他了 这是让他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 所以马斯克当然对这样的主题本身呢 就会有着很 很关注的 终归他是父亲 对吧 终归看到自己孩子 在这个氛围中出现的 有些人甚至认为呢 谁让你马斯克当初支持这个左派 我个人就不太好说他 有说用什么别的词去形容这种场面 但他摊上了 马斯克摊上了一个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确实是 有说用钱能解决就解决了 也就那么回事 然后事情过去了平稳了 我们再接着来就完了 但他现在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 遇到的是一个更大的麻烦 那马斯克就把这件事情 在这篇报道当中 把这个麻烦就提高了 就是他在表达着X本身 推特本身 在马斯克的引导下 在马斯克统领下 成为今天西方社会 咱不能说是唯一的 但是是一个真实的 言论自由的平台 所以这篇报道呢 是Street 就是应该叫华尔街啊 反正他就叫Street 这么个媒体做出的报道 那马斯克故意放大了卡尔森 极其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这个争议的话题 在表现了在其他环境中 根本不能谈到 不能谈到 所以就表示马斯克的成功 和卡尔森的对真理的不放弃 然后这个有一个背景 是因为新披露出来的文件呢 马斯克买过X之后 推特之后 他的广告量损失了55% 那损失很大 那他现在呢 就要靠一些订阅大户 要把他做成一个真正的媒体平台 所以卡尔森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代表式的人物 然后他又跟那个叫Paris 叫Paris Hitler 希尔顿 希尔顿的继承人 希尔顿家族的继承人 他有一个媒体 叫11 by 11 就是11对11 他跟卡尔森 他跟马斯克签了一个两年的合同 他要在X上放出他的影片 他们自己制作影片 也就讲说 马斯克逐渐在复制卡尔森成功的路 在世界范围内 寻找那些大的品牌 和拥有能力的 制作视频能力的人 在X上制作视频 他签署特别的一些条款 来赢得广告商 来赢得广告商 他这个概念就不一样 所以X就变成了 推特就在向流媒体 就叫流媒体 向流媒体的方向发展 但他的基础 依然还是在广告基础上 也就是说 是一种发展的初期的概念 那这种发展的过程 就像比如像华尔街 纽约邮报 他都是在自己的范围之内 他没有 他是一个平台 他就变成了 如果简单的说 就是亚马逊 对吧 他充当一个亚马逊 那卡尔松呢 就是在亚马逊上一个 一个大客户 在借助平台卖东西 出卖他的想法跟思想 那又借助他的思卖 想法跟思想 去吸引客户 吸引那个读者 吸引观众跟读者 成为了广告商 所需要的平台 所以就走了一个三部曲 卡尔松 10月4号拿出了一个节目 28集 获得了马斯克的支持 谈论就是性别重新的 性别手术问题 然后 有关性别手术的问题呢 人们 有些人从中在获取自己的利益 他是这么讲的 他请了整个一个政策专家 叫莫里 去讨论钱去哪了 这一期引起了马斯克的注意 所以他就说关注了钱 卡尔松有一亿多粉丝 没有一千多万粉丝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一亿多粉丝 卡尔松的粉丝很少 但他流量很大 我看过一些讨论呢 那个讨论也蛮有趣的 他们认为真正的粉丝 subscription有多少呢 不是一个决定性 他决定性还是在你内容 但不同媒体有不同的说法了 马斯克10月份收购Twitter 然后开辟言论自由的空间 那3月份 摩根斯坦利 媒体电信会上 马斯克批评媒体 控制新闻中的报道陈述 言论自由需要保护 是啊 所以这是马斯克非常强调的一点 他的原因就是 他的儿子把自己给干了 正常运作民主的基石是 言论自由公平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有第一凶争案 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必须确保 言论自由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们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那里 那里没有言论自由 你失去言论自由 就绝对不可能被恢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言论自由 所以卡尔松这期节目 就变成了 马斯克确保言论自由的 一个代表作 因为这个内容在其他环境中是不同的 马斯克找了几个大户 来发展他的平台 卡尔松推出之后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 他说然后就另外一个人 他就谈到卡尔松过来的原因 但卡尔松是非常成功的 马斯克说不是任何交易的一部分 他们俩这中间的故事呢 应该是卡尔松拿到了广告费的分享 有一个说法 川普那期节目拿到了100万 但是具体他们怎么样做 没有说 刚刚这个星期早些 Paris谢尔顿和他的媒体公司 签了两年的合约 谢尔顿每年将拿出四个影片的内容节目 观众透过能够浏览的产品目录 然后选择网站 透过应用程序内的浏览器进行购买 那他就变成了平台了 对不对 很显然谢尔顿是借助他的平台 然后转出去 那吸引购买者 那算是透过这转出去购买 购买谢尔顿产品的人 那他就应该 要谢尔顿就会跟X分享他的收入 营收 看起来是这么个运作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 是一个广告公司 用人工智能来评级错误资讯的公司 那错误包括一些乌克兰战争 这些都包括其中了 来保证在推特上 在这个X上 他的信息是正确的 因为目前的状况 很多人离开 就是很多广告商 离开推特的原因 是说他们这种言论自由的做法 促成了很多虚假的东西 这些都是很大的一种争持 如果我说呢 就是上升到人的道德 马斯克可以这么做 但他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是人道德沦丧的问题 而不是谁能够用不能够用 就是技术 他不是个技术问题 法律他是技术问题吗 肯定不是 但是法律出现的状况 是操纵法律的人出现状况 在我眼睛里是这个问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